今天好好学佛 佛性是无始无终的 也是不争不减的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良心 他好 他在自己的内心里 他是一直有的 就叫无始无终 就是说一直拥有的东西 就是没有结束的 你说一个人的良心好 会结束吗 不会的 他永远很善良的留在心中 而且在本性当中的良心 不会增也不会减 你看一个人做了再多的坏事 他最后他也会感觉到 对不起妈妈了 对不起爸爸了 一个人再好再不好 他都会在他的本性当中 他不会去除的 他的善良和福性 为什么叫不增不减 不生不灭 因为本来就有的 佛性本来就有的 所以2500年前 佛陀他就说 众生皆具佛性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佛性 还有菩萨的本性 所以人是很善良的 不生不灭 没有生出来 也不会灭掉的 所以学博人要了悟 了悟什么呢 要明白 明白什么呢 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最后都是空的 都是没有了 你自己要了 就是把这件事情 了断 结束掉 悟呢 就是能够悟出来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苦空无常 你看苦一辈子 最后死了 空了 什么都没有 带不走 整个一生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无常 一会儿没有了 一会儿没有 一会儿开心 一会儿不开心 所以呢 要把佛性的 融入空性之中 空性就是要明白 什么叫空 空就是看穿了 所以很多人说 我看穿了 靠谁都靠不住 靠菩萨 你看看你们现在很多人 靠到最后靠谁了 不是靠菩萨 整天就念经呀 磕头呀 对不对呀 靠孩子靠不住的 孩子有自己的事 有自己的家 有自己的孩子 他们也有他们的事情 我们最后 身体不舒服了 精神上不开心了 就是求求观世音 菩萨保佑啊 不是靠菩萨 一求就好了 那么就是靠到了呀 一求没有好呢 继续求呀 还没靠到呀 没靠到并不是菩萨 没听到你们 听得懂吗 是为什么 你们就像一个收音机一样的 天线照样在放东方电台的节目 你这个收音机接受太差呀 里边的线圈啊 电啊 什么都没插好 听得懂吗 是这个概念 所以呢 一切业障 要把它消除 就是过去的事情不能再想了 就消业障 很多业障都是过去得来的呀 因为没有过去 哪来的业障了 因为新的你还没照呢嘛 你说你们明天准备 造点什么业啊 不造的呀 对不对了 那么你们现在的业障 当时什么时候来的啦 就是过去的呀 那么2019年过了 把过去 2018年 17年你们所有的过去的业障 全不要忘记 把它消除掉 2020年不要造新业 这样的话呢 你人心就空了 哎呀 我一辈子没对不起别人 我心里很空性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是有分别心 也能消除 分别心是什么呢 就是看这个人不顺眼 看那个人 哎呦 因为他怎么样 因为他怎么样 因为人有分别心的啦 你看看 看见老年人 有的人看见老年人特别尊敬 有的人看见老年人特别不喜欢 对不对 老年人看见老年人会相互照顾 年轻人看见老年人 哎呦 所以这就是分别 你看呢 哎呦 这个老年人有钱的 哎呀 马上冲着他这样 你看这个老年人 不行了 他马上就不理他 不管谁都要达到自信清净 自己本性的要清净 一个人如果把人家都看成 像自己家里的人一样 那你这个人就自信 本性就很清净了 那你就不会产生分别性了 因为你看邻居很讨厌 因为他是邻居 他不是你家里的亲人 如果隔壁住的这个邻居是你的孩子 你说你会对他恨 肯定不一样了呀 所以要去除分别性 菩萨就叫大家要清净 如果你想清净的话 你就不要有分别性 学佛人呢 要慈悲 要有智慧 慈悲呢 看人家都很可怜 你看看每个人都很可怜 因为每个人都在这个生活的当中啊 都承受着一种压力和烦恼和苦难 你要有同情心 慈悲心去看 其实每个人都 像抽烟一样 把烟都吸到自己的肺里去 你去看好了 你两三天不擦桌子的话 马上灰就上去了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 要有慈悲心 要有智慧 因为有智慧的人 看别人都是很可怜 没有智慧的人 看别人都很讨厌 所以希望你们看别人 不要很讨厌 多慈悲 然后呢 要自在 自在是什么呢 要放下 过去的事情 人家对我不好啦 不开心啦 什么都要放下 自在就能随远 自在的人 什么都无所谓啦 你拿去吧 哎呀 反正我也不用它 你拿去吧 你们看看现在的人 就算家里放了很多东西 都不用的 你叫他送人 他肯吧 哎呀 你们家里这个按摩器 好久不用了呢 其实早就不用了 灰都堆了很多了 你送给我吧 我有时候还要用的 人不就这样啊 对不对啊 哎呦 你家里要这么多啊 哎呦 吃胃的药 吃心脏的药 哇 这个 哎呦 很贵的啊 哎呦 我的心脏不好 你能给我一点吗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 心脏不好啊 听懂了吧 就是人啊 就是一个毛病 不喜欢给别人 你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在心中 成为一个叫摩合莲池 摩合莲池 就是菩萨的莲花池啊 心里就干净呀 你看看有些人啊 年纪大的人 他很舍得 拿去拿去 我不要 这个给你 那个送给你 他就很大方 但有些人小气得不得了 所以这个气量小 气量大 实际上还是你的智慧不够呀 真的懂吗 所以 诸恶莫作 名为戒 你什么恶都不要去做 你这个人就在守戒了 大家听懂了吗 你说什么叫守戒啊 你什么恶都不要去做 你就是守戒 你今天做点这个恶 明天做点那个恶 你就不叫守戒 众善奉行 名为慧 如果你今天什么东西 众善奉行了 什么都去做了 你智慧就有了 你说我今天帮这个 明天帮那个 什么都去帮别人 你这个人有智慧吗 肯定的 为什么 你帮了别人 我问你 别人会帮你吗 别人会对你好吗 这不叫智慧啊 听得懂吗 你什么恶的事情都不做 你是不是守戒了 贪我也不贪 人家跟你说 哎呀 外面有什么产品啊 可以赚很多钱的 这个不要 这个守戒我不贪 对不对 人家告诉你 这个人很恨你 我不恨 因为恨了之后 第一吃亏就是自己啊 因为恨别人 我心里难受啊 不去恨别人 自尽其意啊 自己干净啊 自己的意念啊 叫自尽其意 名为宝啊 宝贝啊 对不对啊 不恨别人 你自己不是像宝贝一样吗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学佛人不离自信啊 永远不要离开自己的本性啊 因为本性善良啊 你为什么要去不善良呢 因为你离开了你的本性 你开始恨别人了呀 所以恨别人 你会离开自信的呀 要知道一切万法 世界上不管万法 就是什么事情的发生 其实 既从自信启用 就是全部从你的本性 开始起作用的 自信启用 都是从你的本性开始的 世界一切万法 既从自信启用 你善良的人 你做出来的事情就是善 那么种了善源 你就会得到善果 善报 如果你今天做了不善的 那么你就等着恶果恶报来吧 所以要戒定慧 戒定慧是什么意思啊 守戒 不贪 不恨 不愚痴 傻事我不做 那么就是定得下来 定得下来的人呢 就会长出智慧出来 所以心地无乱 自信定 很多人不管做什么事情 人家告诉他 哎呦呦 钱赚哪 你去好吗 没关系 没关系 心定得下来 自信很定得下来 我够了 我也不要贪 我这点钱够了 我这点事情做都可以了 我可以了 那么 不争不减 菩萨生啊 你去看一个人 如果从小很天真 如果他到年纪大了 最后他也是很天真的话 这个人就是不争不减呀 但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天真可爱 每个人都这么纯洁 为什么越大了越变得坏呀 坏不是小时候变的 都是越变越坏的 越变越贪啊 越变越恨啊 都是后来来的呀 怎么会来的呀 因为学到了人间不好的 污泥浊水了 红尘滚滚呀 那你可以说了 他坏所以我坏 过去在我们澳大利亚 有很多的移民代理 他骗了很多留学生的钱 留学生最后跟他讲了 你为什么要骗我钱呢 你为什么要骗呢 他说我最早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被人家骗的 你说这不是强盗逻辑啊 你被人家骗 你就可以去骗人家 你被人家打 你就可以去打别人 你家里被人家偷 那么你们都可以出去偷人家的了 这什么理论呢 听懂了吗 所以自己的本性要守住啊 守住自己的本性 人家坏我不坏 人家做坏事我不做坏事 人家骂人我不骂 我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这个才叫进步啊 接下去呢 再跟你们讲一个 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句话呢 它有原因的 怎么会来的呢 首先告诉大家 什么叫三宝 佛 法 生 所以三宝 所以一个庙里边 都有三宝 所以庙进去就称为三宝殿 庙里边有佛吗 有佛经吗 弘法吗 法有吧 和尚有吗 生啊 佛法生啊 所以在佛教的寺庙当中 有礼拜 也有供养 所以 很多现在的用词 都是这么来的 你看看 拜佛 礼拜 西方也有礼拜 所以你看 我们就形成了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这个礼拜就是新奇啊 这礼拜什么意思啊 我每一天都要礼拜 礼是什么 看见菩萨行礼 拜是什么 看见菩萨要拜 叩拜 所以叫礼拜啊 听懂吗 然后呢 没有事情 没有事情的话呢 很多人呢 就不到 菩萨的庙里去 有了 事情了 就赶紧跑到庙里去拜了 所以这句话呢 现在引用为 有事了 你来求菩萨了 没事了 你就不来求菩萨了 那么 人家说 临时报佛教 就靠你们平时修 所以这句话呢 就是从过去 学佛人这里得来的 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谢谢大家